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請醫師人員宣讀今日一程 現在依照登記順序請張玉美委員進行資訊 張玉美委員早 好 早 部長 在過去這一年半之中 醫療界無不繃緊的神經 固鎖住醫療的防線 積極配合達成各項的防疫的措施 因為醫療界不分院所 層級 科別 還有職類的全力投入動員 才能鞏固住醫療的量囊 還有呢 並成為疫情當進入社區傳播階段 這時候的後盾 除此之外 指揮中心在5月16日就宣布了 四大醫療應變的策略之後 醫療機構則是配合著營運的降載 然後呢 專責病房與重症 ICU 的開設 以因應又快又急的這種的疫情 但是呢 我們的衛福部以及健保署 在5月31日的時候 所公布的醫院財務協助方案 有所謂的全力支援醫院的防疫 醫療降載醫院 無財務後顧之憂 這個標題看起來很華麗 像溫暖的太陽 但是內容卻是刺骨的北風 部長 根據衛福部的新聞稿 第一階段只會在 會6月4號針對北北基陶重度急救責任醫院 他的今年五六月健保申請給付 要按照108年度同期可定的八成給付 但事後 李柏章署長 又持續向醫界來說明說 預計6月11日今天 會再擴大針對北北基陶重度以及中度級的 還有其他縣市呢 就要重度急救責任醫院的隔離醫院 來給予幾副 請問部長 這樣的規劃 確實是衛福部的態度嗎 在第一個時間裡面 是針對這個所謂的一個 比較高風險的區域 先緊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但整體這個健保的費用 它還是一個需要大家協商的 所以有基本方案之後 然後再聽取醫界的意見 跟醫院來協商 那現在的方案 目前協商出來的方案 大概是以9成 先用9成來支付 然後是北北基陶重度到中度 沒有 現在基本方案就是 全部的都以9成 全部的 全部都以9成先支付 不過有一個先用上限 先用到 它的一個上限到百分之百 那如果到時候費用有剩 那大家再來做一定的公式 在共理裡面再來討論 做分配 謝謝部長 本來我就要請教你 對還有很多的院所 都是沒有被照顧到 今天聽到部長您說 我覺得大家呢 在做這次防疫 全部醫療界呢 努力 我覺得被看到了 好 那首波影響最烈的 北北基陶地區呢 這個當然他們開設了這些 專責病房啊 設置負壓 病房強化 這個這個清銷 加感控措施成長 從此配方 地府的政府資源 社區採檢 醫事人力調動 就因為這些 就把醫療量能呢 全部移坐在 大部分移坐在 這個確診病 這個病患的收治 一般醫療業務提供呢 自然就受到影響 所以我剛聽到 部長您這樣說呢 再次感謝 那在這次這個 疫情的蔓延之下 全國各醫院的 財務支持方案 請問部長 目前有什麼規劃 預計什麼時候會實行呢 那基本上大概 大家也 我也明白齁 就是說是 醫療費用健保這方面 是一個總額預算 所以不會因為 降載而影響到 所以九成嘛 對不對 剛剛講九成 他全部還是最後要分掉嘛 所以不會 但是九成就是說 因應在現在的時候 讓大家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所以先用九成來做支付 那當然剩下的一成 最後還是會 看適當的方式來做分配 那另外在防疫上面 所需要的經費 不管是專責病 或是這些相關病房的開設 我們都有另外的費用 那另外在裡面照顧的醫療人力 跟隔離的費用 隔離醫療的費用 那都不是用健保的費用 好 謝謝部長 部長 您剛說包括隔離病房等等 其實任何的紓困獎勵 補助今天如果沒有實際發放到位的話 其實對醫療機構來講 那是紙上談兵 現在部長就跟你講 去年七月到現在的專責病房獎勵 每病是每月一萬元 以及收支獎勵 肺炎患者每人日三千元 如果是呼吸器的每人日一萬元 依規定 衛福部要公文通知醫療機構進行申請 請問行政作業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去年七月的 衛福部進來都忙於防疫這個作為 當然大家都很忙 我們知道 那可不可以簡化申請的程序 儘速來完成獎勵的費用的撥補呢 現在畢竟這還是要是一個個別的個案 一件一件 那我相信公務體系這些費用也是要 注意到沒有浪費或者其他可能的情況 所以審查是必要的 不過我們現在要加速戰負 以前我們就說要戰負八成 那本來戰負八成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把時間拉得更快一點 然後另外以前是按季 那我們現在正在研議怎麼樣能夠按月 能夠更快的發下去 謝謝這個部長呢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這對一些醫院的財務規劃 那你都有去這個做支持 好謝謝部長 謝謝部長 我現在請勞動部長 許部長 許部長 部長 這個行政院在六月三號院會通過 這個COVID-19的傳染這個肺炎防治 已經紓困的振興這個預算 第三次追加預算 規模新來幣兩千六百億 那蘇院長呢 也是說這個播放要從優從寬從數 這個我非常支持 但是這個疫情這次非常嚴峻 所以造成許多個人生 而國人的生計呢 確實出現問題 我的辦公室電話也被打爆了 那許多民眾都建議政府直接給予最實質的紓困計畫 那我們當然要這個認同我們政府的什麼 從優從寬從數 可是我們知道這些職業工會的這個自營工作者 還無一定雇主的勞工 這個發放補助金一到三萬的時候 本週一在去年沒申請的這些勞工上網登錄的時候 結果勞保局一化服務系統篩爆 竟然24小時而且剛剛我來的時候 還有民眾打電話給我說 到現在電腦還是進不了 請問部長 報告委員 我們不是要從數嗎 對 其實我們有 如果去年有賬戶的 我們今天在六月四號就發了一百萬的勞工的這個 我說去年沒申請的勞工上網登錄喔 沒有申請的有八十五萬人 可是跟委員報告 很多不符合資格的齁 他也上網來 所以我們其實八十萬人 可是我們到昨天有將近四百萬人上我們的網站 包括齁這個我們是希望說 真的不符合資格的這些勞工朋友齁 你還是 你說他不符合啊 對有些不符合他也上來查詢 報告委員 八十五萬 但是電腦又好用啊 不能進不來啊 其實我們勞保局為了這一次新增的八十五萬的申請 我們已經把評判加到最大了 所以那其實在用自然人評證的部分沒有問題 自然人評證進去幾秒鐘就好了 可是用雙號的那邊會塞車 所以我們也呼籲 我們勞工朋友你如果自然評證 你用自然評證很快 其實我們昨天已經問題齁已經有 應該有改善了啦 民眾啊 民眾真的是 也呼籲民眾說 我們這個申請其實到七月五號 我們要苦民守苦啦 所以呢 電腦啊這個不難的事情趕快把它 那個幾天沒有開放 七月到七月五號都可以申請 但是有些人就是他需要錢啊 每一個人我們要苦民守苦想到 同理心對待我們的民眾 我們昨天已經登錄的人數已經 大幅提升到十二萬人可以 可以已經 我剛剛來的時候還接到電話啊 跟你講喔 他進不了喔 我剛剛來質詢的時候 我再請他們趕快再做一些處理啦 好 針對前面兩項啊 一樣的就是那個就是 自營工作者和無一定勞工 這個勞工啊 無一定雇主的勞工 這個這次的補貼的資格 那我知道你是按照一百零八年度 這個總額未達四十萬八千為標準 可是部長 一百零八年的時候台灣經濟很好啊 我們經濟很好 你用這四十萬八千為標準 是不是太高了 所以呢 我們衝擊最多是一百零九年 是去年 那你用一百零八年 這樣申請資格 這真的是逢金當馬糧啊 幫幫委員,當初這個標準其實就是要排付,然後希望重塑啦 希望趕快,就是剛剛您說的重塑,所以希望趕快發錢齁 所以才會比照去年 我時間到了,部長再跟妳講,我覺得這個教育部還不錯啦 教育部我所知道的是,它是比照 他說110年5月到7月任何一個營業額較前兩個月 就今年的三四月平均營業額較少,就能申請紓困 所以呢,勞動部,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教育部的他們的紓困方法呢 張委員時間到了,真的,麻煩你轉書面好不好 教育部沒有營業額啦 教育部有補習班,課照中心啊,運動事業的啊,這些的 每個部會的對象不同,條件也不同 請勞動部私下跟妳說明好不好 謝謝張委員的質詢 謝謝,接著我們請蘇小惠委員諮詢 好,謝謝主席,我們請陳時中陳部長 有請陳時中陳部長 來,蘇小惠委員早 部長早,辛苦了 部長,我們非常非常高興 我想全台灣人昨天最關心的事情就是高端的解盲 那非常高興看到高端解盲是成功的 所以在這個進程之下 其實我們看到對疫苗的討論 已經從疫苗到底有沒有安全性 有沒有有效性 這個是過去我們一以貫之一直在討論的 那昨天的解盲 至少我們已經知道了安全性 是看起來值得國人信任 那麼有效性的部分呢 衛福部昨天食藥署也公布了一個標準 就是說至少要比AZ效果不能更差 甚至更好當然是最好 這個都是昨天用白話文 讓社會大眾理解的兩個重點 安全性有效性是嗎 部長 是的 好那既然是這樣 其實對於這個國產疫苗高端 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昨天晚上開始 甚至是這幾天 這個議題就開始急轉直下 從有效性安全性 現在變成討論什麼 變成討論他是不是能夠得到國際認證 而在這個國際認證裡面 當然我們非常希望 我們自己生產的疫苗 能夠得到國際上的認證 但是你看看 其實最近的這個新聞輿論 看到的是 影射 不打特定疫苗 你就不能出國 甚至是說 我們歐盟 這個世界上歐盟只認四種 所以國產疫苗不在這個之中 那還有其他的更多 包括這種VIP等等都出來講說 如果沒有這些疫苗 那你可能都沒有辦法出國 部長 這是事實嗎 第一個我們在國內也不是 現在我們這個 所謂的國產的EUA都還沒開始嘛 那當然他沒有EUA就被認證的可能性 那當然是不會有 是 那未來的免疫橋接的計畫 如果能夠得到國際的認可 那還是有機會得到WHO的認可 那至於說我們也不是只有提供這樣一樣的疫苗 所以就是說我們其他像 莫德納、AZ這疫苗我們都有 所以也不會就是說在國內打疫苗就完全不能出國 那出國的時候也不會用就是說有沒有打疫苗當作阻斷你進入 只是檢疫的方式恐怕也有所差別 部長就是您這句話 事實上您現在這句話有沒有打疫苗不是造成你可不可以出國這樣的結果有沒有打疫苗只是造成了你出國之後你被檢疫的方式就是有沒有要隔離隔離期多久 其實是只是這樣的效度而已 我認為如果特定媒體或者有心人士要把它操作成你只有打特定疫苗將來才能出國 或者反之說你打了國產台灣的疫苗就不能出國連台灣這個島都不能跨出一步 我覺得這是非常惡劣的影射啦 所以今天我特別要就這個時間跟部長請教 部長現在世界上有所謂疫苗護照這個名詞這個事情了嗎 有公認的疫苗護照了嗎 現在是有的話是歐盟本身他們在討論這個事情 但是也不是一個強制性的規定 只是提供給歐盟的會員國做參考 部長您這樣講的話我相信您跟我看的是同一份資料 就是來自於歐盟議會這邊的新聞稿 其實我們把所有的新聞規則到最後 看得出來最正式的官方文件就是在歐洲議會這邊 所做出來的新聞稿這是最大的做所謂歐盟疫苗護照的討論 可是如果我們回到歐盟所說的疫苗護照 其實他在講的他的原文是什麼 他是EU的Digital Covid Certification 而且他的自己有問答及QA裡面自己就寫了第一題 Is the Certificate of Vaccine Passport 歐洲的這個數位旅行證明文件是疫苗護照嗎 結果他的答案第一題就是寫No 不是這只是一個證明旅行的證明文件 而且也不是旅行的先決條件啊 那我在這裡為什麼要特別舉出這個例子 就是剛剛部長您回答的這個文件其實只是決定 你出了國之後你能夠受到的檢疫條件 並不代表你出不出國能不能夠踏出國門啊 大家都很習慣中文的護照護照PASSPORT兩個字 覺得我要踏出國門一定要有PASSPORT 沒有PASSPORT我就不能夠出國 結果疫苗護照這個帽子一扣下來好像打了國產疫苗 是不是將來都不能出國 其實完全不是啊 他只是一個證明文件而已啊不是先決條件 何況在下面第二題第三題同樣是在歐洲議會的QA集裡面 他也很清楚的幫你把所有台灣人想問的問題都列出來了 我們是不是只認證特定的疫苗 他也寫得很清楚啊 其實也不全然是這樣也不是這樣啊 部長我不曉得我特別把這個資料查出來 放在這裡今天跟您討論 您對這個資料這個看法有什麼樣的意見要表示嗎 就是說在旅行裡面 他不是說只有這樣的一個護照才能旅行 是啊 這完全是不對的 他最主要就是說有些國家對檢疫或者接種疫苗 有一些特別的規定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證明 他就不用再經過很複雜的一個查核的程序 那直接就可以驗證說他是不是符合他們的規定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以至於造成檢疫條件的不同嘛 所以我想今天在這裡喔 其實我們一般老百姓最關心的 就是第一有沒有疫苗 我什麼時候可以打疫苗 我打了疫苗能不能夠得到安全的保證 好這些都滿足了之後 那就是這支疫苗打完了之後 我能不能恢復過去常態的生活 我要出去念書的 我要出國旅行的 我要洽工的 是不是可以正常生活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來問 那我打國產疫苗 將來會不會影響我得到疫苗護照的效力 那所以在這裡 我真的是想藉這個時間跟大家 也藉部長的口 跟大家說明 第一 世界上還沒有通行的疫苗護照這件事情 第二 這個是一個旅行文件 不代表你能不能夠出國 而是你出國以後的隔離條件會不一樣 是這樣子吧 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它是文件而不是政見 所以第三 非常重要的是 但我們的國產疫苗 也正在拚第三期 也期待 能夠通過層層的檢核 得到世界的認證 這個部長 也是會盡全力吧 對這也是要盡全力去達成的 還有兩條路啦 一個就是歐盟現在在推的所謂的immunal breathing 就我們大家想免疫橋接的計畫 那另外當然一個是傳統的三期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這兩邊都同時去努力 部長 這一年來我們在衛環 剛好可以跟著您跟著衛福部一起看到 國家對這個防疫工作的努力 真的是大家都辛苦了 那同樣一件高端解盲的事情出來 今天早上的三份媒體 有三份頭版頭條下的標題 完全不一樣 這代表了大家對高端的看法 高端疫苗的態度 確實是不一樣 那我們是覺得很可惜啦 其實任何一種疫苗 我們都始終如一的認為 只要它是有效的 只要它是安全的 它就應該要成為我們大家 可以保障的一種武器 所以如果疫苗成為政治認同的象徵 我們是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我們期待衛福部能夠提出更多科學的數字 還有正確的外文翻譯 讓國人能夠理解 現在疫苗 國產疫苗 國產疫苗在世界上的進度和位置 這要請衛福部繼續努力 我們想可以講就是說 昨天這個解盲大概很清楚的 一個是在安全性上面 因為這樣的規模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安全性是被認可的 那至於它的一個 所謂的揚轉率高 這一件是被認可的 那另外一個 綜合抗體是不是代表就缺效 那這要由專家從各樣的數據 再去做分析 再去做認證 然後它的製程的3P製程都合格 表示它製程很穩定 這幾樣都是它比較好的 但至於能不能通過EUA 還是要經過專家做各種數據 再去做確認 非常謝謝部長 我們繼續加油 謝謝 謝謝蘇喬二委員 接著我們請林俊憲委員的質詢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我們衛務部陳時中陳部長 有請陳部長 林委員長 部長長辛苦了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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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長辛苦了 部長長辛苦了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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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應該是回歸理性跟科學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部長曾經說過到八月的時候我們大概會有一千萬劑的疫苗 那其中有一百萬劑 大約一百萬劑是國產疫苗 是不是這樣 在本來的目標 是有含這個 但是我們再過來 那是原來我們繼續跟其他的國外的廠商的洽購也都在進行中 那至少會有一百萬劑的國產疫苗嗎 如果按照你之前說 以慘難而言 那差不多到八月的一千萬劑裡面十分之一是國產疫苗 對 他會有這樣的慘難 那如果民眾選擇不要打國產疫苗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那可以嗎 我們這打疫苗這事情在基本上到目前的政策都是沒有強迫的 那如果通知他去打疫苗 他可以了解他即將打什麼疫苗 那未來在通知裡面他就會 所以我們會讓他有一個選擇 如果我們的預約系統有的話 就會選擇是要打哪幾種 哪一些疫苗 所以民眾去打疫苗之前 那事先就可以先挑好我要打哪一種疫苗 對 而且在打的時候他也會是諮詢同意的 要有一個同意 好 那如果國產疫苗都沒有人選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會有很多人不選國產疫苗 對 那當然這是 所以我覺得國產疫苗 選擇的一些問題 我相信大家的一些質疑 我也不應該也很清楚 那這段期間應該要廣做說明 應該讓大家了解到 到底國產疫苗 對 武漢肺炎 它的效果到底是如何 你要把那個信心建立起來 否則到時候 我看大家都不打國產疫苗 在我們前的了解來講 也不會這樣子 也有很大的比例的民眾 對於國產疫苗是有信心的 我們希望是如此 譬如說 在網路上有一段影片 大概也有很多媒體有報導過 就是國民黨的立委問 部長你 問說那 國產疫苗 是不是可能就拿不到 國際的認證 那不等 你很老實地說可能 但實際上這是議題兩面嘛 如果我今天問你 國產疫苗 有沒有機會拿到國產 國際的認證 當然有這樣的可能性 就是我們在努力的 但是他問你說 國產疫苗 是不是可能拿不到 國際認證 你說可能 結果他就 就是這樣在網路上廣傳嘛 我記得好像是 蔣萬恩委員嘛 那其實反過來問啊 那國產疫苗 有沒有機會拿到國際認證 當然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只是未來會怎麼樣 不了解啦 只是現在一般人的認為都說 國產疫苗啊 不好 它拿不到國際認證 它沒有做完整的一種 這種試驗 就要推出來給人家打 如果你不把這個 現金問題解決 到時候啊 恐怕會很多很多人啊 就不願意打國產疫苗 我擔心這樣 這個部分會成為一個問題 那如果國產疫苗佔了 你未來到八月 至少十分之一的量 那大家都不選 或者很多人不選 那你 那後面就拖越久了 是不是這樣 當然如果大家施打疫苗的意願降低 那當然施打的時辰拖久 那對防疫是不利的 好 當然是很不利啦 那我再請教部長 我們現在防疫的級別是 升高到三級 三級警戒 那你三級警戒是有一定的標準嗎 什麼樣的狀況下 我們就升到三級警戒嗎 那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解除三級警戒 到目前來講還沒有那樣的一個條件 我們到 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 就是比三級現在的那個 現在的染疫的情況的標準 比他還低 有沒有明確的 的一個數字 的一個狀況 因為各國都不會去定解除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大家 就是讓一般民眾都可以了解 或大家可以努力啦 對 因為大部分都是要 比如說我一天確診人數降到多少以下 我解除三級 那一般都會拉的人的時間 比他長一點 因為大家都有這所謂的一個 在防疫緊繃到的情況 如果一時把它放鬆 那大部分國家 好 例如啦 那現在衛生部的計畫 是到十月的時候 準備打到我們能口數的六成嗎 是不是這樣 我們需要能夠第一季的比例 能夠達到六成 那所謂的六成就是 如果我們總能口打個六成 大概就是具有普遍的 大家彼此之間的一種防疫力的 是不是這樣 那形成社區傳播就不容易了 那那時候 或者是說你 接種到人口的六成的疫苗 那大概就可以解除三級 對 如果有到那樣的一個比例 那加上染疫的人數 降到控制到一定的程度 那當然是可以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看三級至少要到十月 是不是這樣 我不做這樣的預測 你不做這樣的 問題是你打到六成人口數要到十月 對 那個是一個另外的一個指標 那社會環境如果真的控制住了 那也不見得要等到那個時候 那大概確診數要到多少以下 這我想還由我們的專家來做決定比較好 至少可以預見 未來的三級封守 大概還要好幾個月了 對不對 你看 你有沒有 自己有沒有預測 有沒有一個預測 現在進來的情況 我們看到這個局勢並沒有變得比較差 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不過 也有在防疫裡面的我們的社區防疫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而形成一些防疫的鬆懈 這也是我們要密切的觀察 我認為如果按照這樣看 至少要再三個月 好幾個月 好幾個月 可能要好幾個月 那我們之前大家關心的那個紓困 我不知道今天那個勞動部 經濟部 可能你們是主要的執行者 就我們目前的紓困計畫 大概你是 原本的規劃是準備撐幾個月 比如說你發了這些紓困的這些預算 再幾 你目前的計畫 比如說我勞工大概都可以領一到三萬 那這個是希望他們可以撐幾個月 報告委員 我們其實這一次是一次性發放 一次性 那你未來三級如果封守 如果一年不改善 當然這個部分會再滾動檢討 你一定有一個計算 我算這樣大概是希望多久 有社會經濟力可以恢復嗎 當時候可能的規劃是 大概就是五六七這樣三個 五六七嘛 五六七嘛 那三級到七月 我看是不可能解除了 所以你一定還要 後面還要再繼續的紓困下去 報告委員 我想這部分我們行政院的跨部會 會來滾動檢討 需要的時候就會來出 那這次紓困大家遇到最大困難的 就是說 你什麼地方弄掉 什麼地方弄掉 是不是這樣子 那叫你一個計劃全部都包含在一起啊 幾乎很不可能 那當時你們的討論都沒有 沒有考慮到所謂的普發嗎 行政院會裡面討論 韓國普發 但他有排富啦 新加坡普發 香港普發 他不排富 對行政院在討論 對行政院在討論的 美國也普發 但是他有排富 日本不排富 然後日本也普發 那這些 這些國家為什麼他們會做這樣考量 他們沒有把錢花在大國上嗎 也不是這樣說 有時候四小龍只有台灣 現在 你的紓困1.0 2.0 3.0 計劃不是做得很好啦 而是因為疫情控制得很好 對經濟的傷害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那個紓困1.0 2.0 3.0 其實不太好 不太完整 但社會的反彈很小 是因為時間很短 我們去年疫情一下子就過去了 那你這一次不一樣 你看我陳執生部長說的 或者是你 至少未來 到三級的管制 還要好幾個月 甚至到年底 你要最快到10月 你那個疫苗才能達到六成 所以 如果以目前的紓困4.0下去 每天就一堆人給你反應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立委不斷的反應嗎 什麼地方你補不斷什麼補不斷 當然沒有很厲害很好的價位啦 每一個狀況 因為每一個行業 每種狀況太多了 你根本不可能一次完整 行政從來沒有討論過 像我們周邊的國家 其實主要國家 他們就是普發 那大部分國家都是普發 但是它有排富 它有設定一些一定的條件 我認為這次紓困4.0裡面 這個狀況 跟你去年度得不一樣 1.0 2.0 3.0 那個計畫也不好啦 但民怨不會很大 不是你執勤的成果啦 而是因為疫情不嚴重 那你這次4.0執勤下去看看 很快你就會遇到很大的民怨了啦 好 謝謝兩位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林俊軒委員的質詢 接著我們請蘇振鈞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先請一下我們財政部好不好 有請蘇部長 有請蘇部長 委員好 好 部長好 部長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我想各部會 每個各部會都有提出所謂的紓困辦法 然後呢 就陳如剛才我們勞動部也有回答 我想各部會都一樣 碰到問題 然後呢我們就會做滾動的檢討 其實我們在民間裡面 我們在第一線 我們幾乎每天的電話都接不完 幾乎有每個不同的面向 解釋到我們身為民意代表的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要跟各位部會的首長們講 你們各有專業 你們看的是你們這個專業的部分 最可憐的是我們民意代表 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民意代表都一樣 我們必須都要去了解你們各個部會 你們所提出的紓困的方針 部長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就陳如你今天你站在這個位置上 你對財政部你們的紓困辦法 你們的所謂的怎麼樣去解決企業的辦法 你們都很了解 但是你們可能不了解農委會 部長我有沒有說錯 大致上是這樣子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 騰兔阿尊台南委員說得對 其實為什麼 亞洲四小龍裡面就剩下我們沒有去補發 其實其他的各國很多都去補發 就是要把這些讓百姓真的感受到政府 要照顧他們的美意 我們不管設計什麼樣的一個辦法 我們的出發本意就是要幫百姓解決目前的困境 但是卻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上面有政策 下面的有對策 先請你上來我要跟你講 一定很多碰到企業現在要去 辦理延長所謂的這個當初紓困他們的貸款的問題 也都可以延長嘛 那還有新的紓困辦法 部長你覺得你們現在的辦法 底下的銀行們 他們都會照你們的美意去做嗎 跟委員報告啦 事實上紓困辦法包含政策性的紓困 跟這個所謂我們公股行戶置辦的紓困 那首先跟委員報告的公股行戶置辦的紓困是5500億 這個會比較去年的一個標準 那如果既有的貸款它也會延長 適適的去延長 那這個部分基本上我們各公股會經常來做 那如果政策性貸款就要配合各部會的利息補貼 還有這個所謂信保這邊來做 部長我今天先請你上來 我是要跟你講說 你記住一點 未來一定會有很多 所謂的企業要去辦理所謂的紓困 一定會碰到很多瓶頸 對特別是中小企業 部長你能夠真的落實去要求你們所屬的相關單位 真的要去落實 不要只看有責任 這點我特別拜託你 好 那你們才認為先一個問題 我知道你們有發文給我們行政院 希望說針對說 承租你們土地的能夠再繼續延長 所謂的這個租金的部分嗎 減租到明年的6月30號 對好 那在這邊也順便呼籲一下我們其他的 包含經濟部 經濟部你們有很多油電糖水跟你們相關單位的承租 我希望 也能夠趕快去做處理 因為近很多人都已經在問了嘛 人家說要插灰要插進行嘛 對不對 那次長你也在這邊 我是覺得你們這個相關單位跟你們所謂國營事業裡面 承租土地的租金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趕快去延長 你是能夠現在嘛 那紀元要做啊 常常在講滾動檢討 這個一定都碰得到的了嘛 對不對現在疫情更嚴重 為什麼沒有辦法立即去宣布 所謂的跟 我們國家承租所有相關土地的這些 承租的人 繼續延長到明年 甚至於 我覺得現在的疫情比去年嚴重 去年是不是減收兩成 是 對 那可不可以 替他們請命 是不是可以減收一半 對 對 我知道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跟相關單位講 我覺得 去年可以減收兩成嘛 對不對 減收一半 那今年這麼嚴重 大家也沒生理可以做 都是要放空成 你怕我們政府還要收這個八成 我覺得沒有意義 真的 我不管你們要減收多少 我覺得應該要更大的寬度 去讓他們感受到政府 協助他們解決紓困 現在沒辦法做行李的困擾 那個部長OK吧 我想這兩部分 一部分國有非公共土地 我們國產署管的部分 我想這個因為還要報行政核定 這一部分我會反映到行政院這一部分 是 這要拿去特別發展 國營事業的部分 國營事業的部分 國營事業的那個次長你們在這邊 我是做的機會跟你們做的說 是 好 那個財政部長你們請回 來次長你先來 來 北部或許酒精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不會買不到 這你們怎麼知道 對啊 跟委員報告 現在酒精我們現在 除了台酒跟台糖之外 我們現在也有當 促成那個民間的企業 像屏東那邊 警民 對我們都在積極 增加生產 是 三個禮拜以前 我替人民間的 要做酒精的問人 問工業局 工業局給我回答一句說 現在酒精不缺 所有不開放 他們的量產有限 目前沒有問題 現在你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跟我講說 你們現在要協助他們 奇怪怎麼會這樣 而且 台酒一天 二十萬元 對不對 你們去年統計說 民間業者一年 只有一百一十一萬坪 沒有啦 民間現在有十一點九萬坪 民間大概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 可能說有夠嘛 但是 為什麼現在 南部還可以缺 你們知道怎麼回答嗎 這個酒精的需求 一直在滾動的增加 所以 民間的部分 我們又增加的 來促成民間的企業可以增加 所以你們應該想得到的嘛 人民間主動 要替建戶到這個行為 不管在商延商 不管是要替政府出一片心力 你們進來說 我們酒精夠了 你們申請不用 我是覺得很納悶 然後 那現在問題又跑出來了 現在台酒這邊回答 回答說怎樣 像一天二十萬品夠嘛 為什麼人沒話還沒 他們說怎樣 我們是因為酒精配送 需要特殊的車輛 結果他們現在 又碰到在替換車輛 什麼時候才會好 問工業局 工業局說這商業師的事 商業師說回答這兩個部門 要一起處理 愛甘妮在這裡換得好 我想跟委員報 我們事實上在那個 指揮中心的物資組 有在討論 今天已經有開會 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事實上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 比你們之前知道 這個部門 我想我們的同仁回答得不好 那我們在物資組裡面 積極的在處理相關的事情 我現在藉這個機會 跟你們講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說一直要滾動檢討 滾動檢討 我們第一線的消息 比你們都來得明確 我們只是說我們都在跟時間賽跑 但是現在疫情真的很嚴重 產業都一直很問題很大 所以我們反應給你們的 如果真的是可行的 拜託一下各單位 積極的進行啦 是 我們會這樣處理 好 謝謝你請回 來請一下我們農委會主委 請陳主委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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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時間不太夠啦 簡單說啦 我之前有跟你反應過 主委 這個所謂的實際從事農作嘛 對不對 要去認定實際從事農作 你有跟我回答說 因為某種會怎麼怎麼怎麼 所以今年沒有再去用實際從事農作 所以他們真的在做農作 沒有辦法去申請 這一個所謂的農民的紓困 他必須要去申請衛福部的疾難 疾難救助紓困 但是一樣 但是你們單位跟我回答的是怎樣 說怎麼樣 說因為防疫問題 不希望他們去跑 所謂的農改廠或是農會 好 你們不讓他們去跑農會或農改廠 因為他沒辦法拿到所謂的實際從事農作 但是他必須還是要去相公所去排隊 去申請所謂衛福部的疾難紓困 還不是一樣在排隊 有哪裡不一樣 因為你說的 沒有錯啦 因為我們這道 是因為說 去年有申請的 跟進政有農報的 跟所有的跟農民的政策有對接的 我們全部有一百十六萬的 我知道嘛 所以我們大家因為說 有老高的可能幾千的到幾萬的 不一定啦 所以我們第二倍還有那個 有那種新增的 這個新增的部分 尤其是年輕人跟青龍的 對嘛他這個有很多問題 你們還是要去開放啦 有我們這個 我們有統計差不多一萬幾個齁 所以我們有第二倍還要給他們申請 好那要趕快吧 是 好不好 因為你們的你們的 實施所謂的農業證明的 一百零九年五月三十一號以前 有算算過就沒有了 所以因為時間一直在改變 我當時要做事也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之前就也跟你們反應過了 啊你也很重視 我是希望說 這個能夠再趕快去做處理 沒有他們來打他們不知道要怎麼 你們不讓他去農會 不讓他去農改場排隊 他還是去相公所排隊啊 對不對 其實委員今天我們這邊齁 的定署會比較慎重就是說 為了確認實際從農作行 他要去場市所行政 後場市所還要確認他有實際從農 這個定署齁 去年有超過一道 去年差不多兩萬八千幾個 後來有拿到的 差不多兩萬四千幾個 有四千幾個是剃掉的啦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其他部會比較容易的話 我是建議我們其他的農民 但是他們是認為說 他們還是實際從事農作 我是覺得 你還是要去開放這個原百酒的啦 我同意啦 其實實際從事農業的農民 我們還是希望他 變成是我們的資料庫的農民 後到 最後一個問題 後機會我就隨來拔了 三十秒好不好 你來思考一下 那個 你們之前 現在五公城今年 破了十三年的紀錄了到多少 結果今年的計測 去年要再一兩千塊 今年存六百 因為疫情關係 餐廳都沒有開嘛 那也沒辦法在這裡嘛 好 那重點在是什麼 你們這個冷鮮的部分 就是米靈東的 你們一公斤 如果你們回來補助三十萬 九年嘛對不對 是 現在補助二十萬嘛 是 阿老委員 抱歉我也是很希望可以三十萬 因為今年的五暗鎮和九年 真的介紹很壞 有夠壞 我們已經將我們所有 都有的議帳都拿出來了啦 我知道 但是 可以做的就是這樣 但是 我們現在 委員告訴你 用金吉祀兩棟 外銷日本的這個超低運兩棟的 黑暗鎮 介紹是會去的 主委你會後再跟蘇委員說一下好不好 因為時間真的已經超過很久了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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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主席 我請我們經濟部的林次長 是主要的答詢人 然後我也要請內政部的許部長 還有交通部的王部長 好 林次長王部長 許部長請 各位好 好 大家都辛苦了 百密總有一書 即便我們要加速加碼加強加廣 給予所有的國人都能夠享有公平正義的紓困 但是還是有一株之憾 我是站在不忍苛責的角度 百密總有一書 但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幾個產業的紓困 孤兒 我要請你們全力把這個 補破網補好 哈金補好起來 就在新創事業數位經濟的這些年輕世代 還有室內設計產業建築設計產業是Outsider 還有教育部第三部分大學生跟建教生可不可以再擴大下一頁 首先我們對應於數位產業 也就是新創的大宗 很多都是數位經濟 我手上拿著這一大張二三時間 就是我這段時間非常積極的跟國發會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相關部會來溝通的 因為他很新 他是新經濟 他是新商機 太新他又跨越服務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的太新太廣沒有辦法對應我們傳統的政府部門太窄又太舊的認定標準 也就是稅籍資料 第二個 新創的特性在於他沒有之前可以比較的激期 因為他都在創業當中 所以跟在場的幾個部會都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能不能夠把這個百密總有一書 在數位產業跟新創 經濟裡頭能夠來補強下業 怎麼做呢 有效的紓困兩大政策工具 營運補貼就是我們認定減少50%給營運金 都在做 船產內需產業都在做 經濟部最大宗交通部也是很多運輸業 但是貸款融資又是另外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 而他的比較的營收是少15% 所以不管是拿實質現金補貼的營收減少50% 或是貸款融資的營收減少15% 新創團隊都難以去建立一個被比較的激期 下一頁 所以這樣一個被國發會台灣新創資訊平台 在場各部會都知道 羅列的新創團隊是受我們國發會天使基金投資的 或是所有經濟部門相關的育成的 總共那個普爾的總數是2809間 我們能不能夠把這個2809間 非常特殊性的新創團隊 都給予一個真正的加寬加廣從優的 應當享有的營運補貼跟貸款 營運補貼是看得到吃不到 而貸款融資我還在等國發會 去年有特別股方案 今年也許下禮拜會有好消息 我會針對國發會的新創事業的營運基金 未來會需要信保 再給予時程的擔保 我希望經濟部來協助下一頁 所以新創要的跟我們想的真的不一樣 過去我們認為給特別股就夠了 給營運資金的那種類態貸款方案就可以了 事實上數位經濟平台協會統計 受創五成以上的新創76% 可是他能夠提具的那個資料可能沒有那麼明確 然後創業者共創平台也統計 49%的新創要的就是營運補貼 百分之三十其次才要貸款 所以我要給你們政策的迷思突破那個盲點就是 新創要的跟我們過去想的不一樣 他們需要營運補貼的金額下一頁 所以王部長在這裡 像WIMO這種共享經濟機車出租的 像Uspace它是租停車場的 像Utop也是停車場營運的 因為它是數位經濟平台 稅及登記資料是你們交通部主管 可是他不在你們紓困的特許經濟行業裡頭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你們要不要認呢 我一次講完下一頁 Easy Table, Fun Now, Eat Together 這些都是服務訂餐廳的 現在它的母體餐廳都不能營業了 它當然受創嚴重 可是不符合經濟部 你們自己的四大類紓困的稅及資料 對不對 再下一個跟內政部有關 小樹屋部長 小樹屋是年輕世代以食計價的空間租借 我幫你租一個table 租一個小空間 讓你去辦公 Coworking Space 可是它的稅及登記 就是你們內政部的不動產租賃 甚至是廣告服務 可是內政部沒有紓困的這一方面的預算 所以怎麼辦呢下一頁 創投工會今天也站出來講 我們需要給紓困在 Outside 的新創事業 有一個專責的新的思維 我具體要求 這些我都溝通過 我希望經濟部主責來做 第一個 紓困資格在營運補貼的部分 要納入新創跟數位經濟 你們再努力了 第二 紓困條件 因應它的特殊性 嚴育放寬營收受創 百分之五十的認定 因為它還在草創時期 它沒有比較的基期啊 第三 創投工會是要求也期待 我們要有跨部會的新創紓困 補助的專案辦公室 主動來幫忙 國發會任列的2809家 可不可以我們自己來盤點 不要讓他們像你們現在的方案是 去找交通部 去找內政部 去找教育部 碰壁了 你們經濟部再來吃 再來用商業司的金額 紓困來補 我覺得這樣為德不足啊 最後一個我會去溝通國發會 取代去年的特別股 今年的加碼協助新創事業的 營運資金的貸款方案 請你們經濟部的信保基金 要全力給予時程擔保 跟利息補貼的協助 這是我對於新創事業的 主要的訴求 市長你很快的告訴我 是不是都在研議中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好的答案 好的消息 謝謝 非常謝謝委員這邊 這個關切新創事業的一個 目前遭遇到困難 那您剛剛現在停留這個 投影片的話 成立跨部會的新創書困的 補助中央辦公室 事實上部裡面已經研討 我們會由中氣處這邊來主政 我們主動跟這些新創業者 這邊來做聯繫 主動喔 不要被動受理去碰壁了之後 再來找你們喔 我們會主動來跟這些新創業者聯繫 然後幫他們分析 那用誰的預算呢 是用交通部的內政部的 還是你經濟部的 事實上是這樣子 我們幫他們分析 他的行業別是在哪邊 如果現行有的話 就趕快借接到那邊去 我們主動協助 那如果部會沒有 像內政部沒有的 就你們吃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來協助看看我們的商業師的 這個補助的話 能不能來 說到做到 然後放寬50% 我希望能夠從優來認定 OK 好 下一頁 針對新創還有 我溝通了科技部跟金管會 轄下的科技部跟金管會的 新創園區的租金都是全面的 經濟部我謝謝你們啦 努力去減租50% 如果能夠跟上其他部會 給年輕人幫忙 包括農委會的陳主委喔 我們農委會也有創新育成中心 目前沒有對於新創團隊的租金的協助 是不是在經濟部的減租50% 可不可以比較科技部金管會還有農委會 你們現在沒有作為 我想這馬上可以做好嗎 好嗎 好 那沒關係 就請內政部跟那個交通部長請 還在 下一頁下一頁 室內設計跟建築設計 同樣是設計業 現在經濟不補的是 時尚設計視覺設計平面設計 可是室內設計跟建築設計 都因為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所以他也拿不到 是不是也一樣趕快來 跨部會協助 否則室內設計跟建築設計 加起來兩萬多個 建築師室內設計師 可是他的從業人員更多更廣 尤其我要提醒徐部長 我們的建築書 他現在都更為老都停了 政策上怎麼幫忙 還有公共工程的建築師 他會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的工期被迫 因為沒有辦法上工 遲延了 未來會被工程會罰欸 所以是不是把 室內設計跟建築 都能夠納入 比較剛剛的精神 百密總有一書 用誰的預算來補給他們呢 來徐部長 因為現在的紓困預算裡面 內政部都沒有編列 內政部只有編列 所以怎麼辦呢 那他們一樣受衝擊啊 所以我們沒有這方面 那我們現在委員提到的這一些 我會帶回去 然後請我們包括 營建署這些主管的來看看 我們就看今天或者明天來 趕快給我答案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行政院這一部分把它列進去 來爭取 而且 我們現在只有津貼而已 我們所編的 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說 百密總有一書 我不為難 但是趕快撥破吧 好不好 室內設計跟建築行業 我們來研究 最後三十秒 我請潘部長 下一頁我們都請回 潘部長我們加速 我就直接講了齁 大學生的紓困方案 我去年兩度質詢 謝謝你們給大學生 一些緊急救助金 可是 安心上工計劃沒有做 大學生他少了打工的機會 是不是趕快跟勞 勞動部讓安心上工 也可以讓有打工需求的 大學生可以使用 這是我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 今年只編2400萬下頁 2400萬 以第一期去年的大學生 來申請紓困 就高達6300萬 全部的大學生有12萬 你只編2400個名額 給大學生的緊急救護金 百分之零點二可以想得 而且甚至規模比上一波更小 為什麼這樣呢 再下一個 高中端的 高直端的建教生 連大學生 因為他的工讀機會少了 我們都可以給予他緊急救助 建教生能不能夠也嚴益適用 給予給吊竿 給予就是給予紓困助學補助 給吊竿就是跟勞動部合作 安心上工計劃 給大學生跟給建教生 來你很快的回應 謝謝 安心上工計劃 昨天大家也相信 我想 部長這邊我們也會共同來處理 大學生 適合的對象 我們來提供 不會不會 那個我們招委員 關心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來 我也會提提案 不會以2400萬做 那只是一個議員 我會提提案 我還努力 你再做一個慎重的回應 好 謝謝 放入年輕世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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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喔 我們首先先請 陳時中 陳部長 有請陳時中部長 部長辛苦了 因為好多的支持者叫我有機會一定要為你加油打氣 真的是有功勞也有苦勞 而且是真的最辛苦的 那我想甚至很多人要求我可以送青草地給你 天氣熱火氣熱 很多委員又不明就你的一直在抹黑罵你 但是因為疫情期間實在不方便 但是請你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體 那接著我就要來問部長 昨天高端疫苗解盲成功 很多國人都關心 那看到網路甚至有民調的調查 57%以上的國人也願意打未來的國產疫苗 那表示大家是對台灣的這個疫苗的國家隊是有信心的 那我們就還要再努力要給予更強的信心 那所以我要請教部長 那高端疫苗解盲成功之後 接著就是所謂的緊急授權的審查階段 那部長我們預計在大概什麼時候要進行所謂的緊急授權的審查 因為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自己在做的一個AZ 中和抗體的報告那個還沒有出來 那將來這兩個要比對 所以看起來會在六月底 會在六月底開始進行所謂的緊急授權的審查 那審查需要多少的時間 那當然看他裡面 相關的爭議性或委員的看法的一致性 那我們並不預測就強迫他一定要多少時間 所以部長我覺得這件事一定要跟國人講清楚 我們不預設立場跟時間表 我們是希望國產疫苗能夠再符合所有的審查 應該有的程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保證安全的情況之下 才會讓國產疫苗上市讓國人施打 我覺得這個要講清楚 因為網絡甚至網路 甚至有很多的媒體不明就裡 都一直說一些抹黑的話 或者是不實的資訊 我想部長應該心裡也清楚 所以我覺得政府的公信力公權力 還有對疫苗的審查的嚴謹專業 要求安全這個是最重要的對不對部長 當然這一向我們食藥署在審查 各方面都很嚴格 甚至被批評說太嚴格了 謝謝 我們一定要為了國人的健康把關 那第二個我就要 國人很關心什麼 疫苗的價格 因為昨天你有回答其他委員 對於國產的疫苗可能會比750元高一點 那我今天看到了媒體報導 可能要將近810元左右 那以750元跟810元中間的一個價差 那將近大概快一成大概8%左右 那請問一下未來我們的預算 怎麼樣的來調整 因為現在有新編了 這兩百多億的預算 所以在這一部分應該是可以因應的過來 是可以因應的過來 那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昨天部長會回答 國產的疫苗的價格 會比750元高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預採購債 有一個預採購債 當然不偏透露這個價格 你昨天說不偏透露價格 但是 我不是要真的問價格 我是認為部長 作為專業 甚至是我們的指揮官 應該要讓國人的清楚知道 我用白話文 我個人的理解 不知道對不對 部長請參考 第一個 我們的國產疫苗新上市 什麼東西新上市 先不管 價格就要那麼高一點 第一 因為他未來的市場規模大小還不確定 甚至我們說 我們對疫苗的國家都有信心 我們台灣完成市場之後 我們可以外銷 甚至可以取得國際認證 這個我們有信心 甚至呢 可以呢 進行國外的訂單交易等等 甚至呢 幫助我們的友邦等等 所以未來的市場規模 可能是會越來越大 那市場規模 越來越大的情況之下 量產的情況之下 他的價格可能會 慢慢慢慢的去 比較低一點點 當然這個是我們一般的邏輯的 市場的機制的一個邏輯 所以呢 部長我不知道 我們的國產疫苗的價格 目前高一點點 是不是可以適用在 我剛剛講的市場邏輯 基本上是會這樣子的 因為現在他還沒有通過EUA 那未來就通過EUA 可以使用 那現在目前在台灣市場 那接下來他還有一些國外的三期 或是還有一些其他的臨床試驗 都必須要做 那才能夠真的能夠 試用比較寬的範圍 或是國外的市場 才有可能會取得 所以 因為有很長的路要走 是 因為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在現在這個階段呢 我希望 部長能夠用簡單易懂的方式 來讓國人了解 而不讓國人有誤解 那國人有誤解呢 就會開始衍生出一些 不實的資訊 或者是抹黑造謠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的防疫啊 是非常 非常的一個大的打擊 所以呢 部長辛苦了 但是我也希望 真的 用一般人聽得懂的話語 來解釋給國人聽 那 接著 第三部分最重要的 我們未來有國產疫苗 還有現在一批一批分批進來的國際疫苗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 再加上 對不起 蘇院長 說八月底有千萬劑的疫苗要進來 那如何有效率 要非常有效率 而且要非常有照著我們的順序表的來分類的施打 要怎麼完成施打 是很重要的 有效率 有順序的完成施打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中央跟各地方政府 所謂的砂盤演練跟這個 全面擴大施打疫苗的一個計畫 有沒有盯得緊 有 那我們前兩天就已經公佈這全面 就 預計是一週至少要打一百萬劑 這樣的一個計畫 其實這個計畫裡面大概可以 打到一百三到一百七 但我們是希望說 當然現在最大的困難是 疫苗能不能如期的到貨 那如果有大量進來 我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 有秩序的把它打完 所以 拜託部長 這個一定要跟各地方政府溝通好 不要讓他們各行歧視 那會打擊 國人對政府的這個施打疫苗 順序的公信力 對國家的信心 那第二個 很多人其他打疫苗 所以呢如何讓他有順序 有效率的 能夠讓我自己 不是我立法委員 而是讓國人每個人都能夠打到疫苗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大家對政府的期待 最後的最後 紓困也很重要 我們衛生福利部可不可以幫幫忙 因為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部長提到了 我們的急難紓困啊 現在的條件是一戶現役人 我碰到一個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他 北漂的年輕人 他來台北 工作賺錢 自己養自己 很認真的 媽媽在電話告訴我 去年的紓困他就領不到了 今年也一樣領不到 那他說 那這一戶人家裡面 這些北漂青年 出國賺錢 自己吃 自己住 自己付錢 我現在工作受到影響了 我能不能去申請 結果他打電話去問我們的急難救助專線 沒辦法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個案其實很多 我希望部長能夠檢討 第二個 也要請經濟部一起來 我們現在歐盟宣佈非成員國進入的人 進入歐盟 要打現在已經核准的四種疫苗 那我們現在中部是所謂的機械業工具機業還有手工具業甚至很多都是在拼出口外銷 那這些產業別的人 他必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去爭取訂單 參展 因為國際的會展已經開始要恢復辦理了 那請問一下 這些必須出國 進入歐盟的人 那可不可以列為優先這個施打疫苗順序裡面 部長 會有次長 這裡面當然 我想經濟部當然有一些相關的產業的需求 但還是要列出一個先後的順序 那在這一波這120幾萬大概是納不進來 那未來有更多的疫苗進來時候我們會考慮 所以未來有更多的疫苗大概要到幾月 部長你也沒辦法說個準對不對 我很難把這講得很清楚 因為現在我必須經濟部應該非常的清楚喔 現在國際會展恢復辦理的大概都在下半年度 要一一的舉辦 那我們很多必須去參展的 要拼出口外銷的這些產業的從業人員 我說必要的人員去參加展覽的這些必要的產業界人員 他們期待希望政府能夠幫幫忙 因為畢竟歐盟已經開出這樣子的條件了 沒有打疫苗他進不去 沒有打疫苗並不會進不去 沒有打疫苗會有比較嚴格的解疫的規定 那是有可能但不會進不去 那部長請把這個訊息跟經濟部一起 兩個部會合作好好的當產業界親屬好不好 很多產業界的人是認為歐盟如果沒有打這四種疫苗是進不去的 那會影響到我們出去拚經濟的這個是一個類似一個障礙跟門檻 所以我要拜託好不好 那接著我還有很多有關紓困的各部會的 我就以書面一一的提案請大家幫忙協助 我覺得疫苗進來全面施打 紓困拜託讓每一個需要得到政府協助幫助的人 都能夠得到對口窗口 都能夠得到政府的幫助 大家一起挺過去 台灣加油好不好 謝謝各位部長謝謝大家辛苦了 謝謝何俊仁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陳素月委員 陳素月委員 陳素月委員 陳素月委員不在 接著我們請洪生和委員質詢 請瑋文委員 陳部長跟勞動部的許部長 有請 勞動部好 許部長 好許部長請 郝文言早 陳部長 許部長早 那我想 這段時間 尤其是六月初以來 大家在討論防疫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 是關於移工 在六月初 我們在看到苗栗的電子廠 發生的這個 大規模的群聚的事件 其實讓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擔憂 那所以我知道 這一段時間 其實衛福部跟 防衛部其實有研拟了一些 針對移工的防疫的策略 之前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面 也有公布 但坦白說 我其實對於目前 我們在移工防疫的做法 我是有一些擔憂的 首先我第一個 我想先問一下 不管是陳部長或許部長 這是昨天 這個苗栗縣長 許耀昌的新聞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命都沒了 哪來的人權 我想先問陳部長 許部長 你們同意這句話嗎 不認同 陳部長同意嗎 基本上 生命的價值 是建構在一個人權跟基本價值上面的 謝謝兩位部長 我其實坦白說 我看到這句話 我其實非常非常的擔憂 我也很生氣 因為這句話 其實是把防疫跟人權 兩件事情對立起來 好像我們只要保障了基本人權 就會對防疫有所損害 或者是我們為了防疫 可以践踏基本人權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事實上以我們現在累積一年多的防疫經驗來看 真正能夠把防疫做好的做法 其實是把基本的人權給保障好 以下是有幾個部分的議題 我也想要請教兩位部長 第一個 我們其實現在看到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是 我們看到在6月5號暫停移工轉換雇主的情況以後 這段時間我收到了很多的訊息 我可以跟兩位部長說 我們聽到很多仲介為了怕移工跑出去 為了怕移工跑出去跟其他人接觸 所以不斷地灌輸移工一個訊息 包括我都有看到他們貼出來的 這個不同語言的資訊 仲介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出去感染染疫了 甚至你們被匡列成接觸者 這些相關的篩檢 檢疫 醫藥費 甚至如果造成業主停業 你們全部都要負擔這些損失都要賠償 他們白紙黑字的把這樣的訊息給貼出來給移工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情況 我想問陳部長 如果是你 如果你是那個移工 如果你真的可能懷疑自己染疫 你會不會想要逃跑 你會不會想要乾脆失聯 因為你很擔憂 要擔負大幅很多的這個賠償的費用 乾脆跑跑 一跑了之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很難 就是說對於這個相關的規定 過於嚴格引發對立 這是各國都有的一個經驗 因為過於嚴格而讓它虛報不實的 這也都是大家的一個經驗 所以怎麼樣在一個相對的人性 跟合乎法律的規範 來執行相關的檢疫的措施 我相信是有必要的 那防疫上面 當然這些不管是移工還是本國人都一樣 只要被列為居家檢疫率加隔離 那就必須要被隔離起來 違反規定 那當然有相關的組分 但其他並沒有那樣的一個 部長但是我要說 現在我們在很多地方是看到 用這種恐嚇式的不正確的訊息 利用資訊的落差正在恐嚇移工 現在大家很擔心的一個問題是 移工在接受到這樣的訊息以後 他可能懷疑自己染疫 或者是可能有接觸的狀況 他乾脆就逃跑 因為他擔心 擔付仲介跟他說的這麼大規模的這些賠償的費用 乾脆逃跑 這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 所以就像剛才部長說的 如果今天我們過於高壓 過於不合理的方式 來去對待 踐踏人權的方式對待 其實這個折斷最後就是逃跑 就是失聯 這可能對於我們的防疫造成更大的漏洞 跟更大的風險 這是我們現在非常非常擔憂的這個狀況 回到我們這邊要跟大家談的 在暫停移工轉換雇主以後 6月5號以後 那現在甚至是連期滿轉換 或者是已經取得轉換許可函的移工 都不能轉換戶主 我想問那個許部長 這個措施 我們預計會執行多久的時間 報告委員就是現在三級警戒期間 三級警戒期間 那我現在想問部長一個問題 一樣 我們一樣也是收到很多的現在的這個澄清 在暫停轉換雇主以後 很多的雇主反而跑來說 移工逃跑了 因為他不知道他這個暫停轉換會到什麼時候 而且在暫停轉換的期間裡面 移工是沒有收入的 也許原雇主要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但是其實原雇主也不是很願意 對不對 因為原本是照顧兩個月就好 現在不知道會拉多長 要再多拉兩個月 三個月 還是半年 這都不知道 所以原雇主其實也很不情願 移工本身也很擔憂 他原本有要寄收入給回家 寄收 把他的收入 寄回家的這個需求 現在都沒有辦法 所以一樣在這個狀況下 他很容易就會想要跑出去打黑工 跑出去想要逃跑 這就是現在我們遇到的狀況 因為我們這個措施暫 移工轉換雇主 沒有跟大家講時間點 我們也沒有配套 許部長 針對這個狀況 你覺得該怎麼處理 報告委員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暫緩 在當初發布的時候就有說明就是在三級警戒期間 那以現在是到六月二十八號 那隨著這個三級警戒期間如果解除 那麼這個禁令也是會解除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現在已經到期了 那因為沒辦法轉換 我們是希望雇主能夠先短暫的繼續這個雙方的一個契約 雇用關係啦 那當然 等這個解除之後 那當然另外還有如果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如果雇主他不願意的話 那我想我們對於這些移工也應該有一些配套來照顧 許部長我覺得我們剛才說到六月二十八這個說法其實是不太切實際的啦 因為事實上就算你問旁邊的陳部長 我們三級會不會只到六月二十八號 我認為有非常非常大的機會 我認為會再延長 所以延長到什麼時候其實並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提出來的一個問題是 我認為因為我們在這個錯法上面 包括我們現在紓困 是不是有可能 其實可以給這些期滿轉換或者是已經拿到轉換許可函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補貼 讓他可以拿到一些相關的收入 維持他的基本的需求 他不會想要有很大的動力跑出去打黑工 或者是跑出去變逃跑的這個狀況 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勞部勞動不來因 我跟勞工部查了 我們現在其實這個 準許轉換雇主或者是上代雇主接續聘雇的移工 目前大概不到一萬人 大概不到一萬人 其實我們是可以有條件可以給他們一些生活上面的補貼 來安定我們目前在疫情下面的這個移工的做法的體制的 部長這邊是你們可以承諾嗎 報告委員這個沒問題我們會來演繹 你們會來演繹對不對 如果願意來演繹很好 但我也希望你們這相關的補貼 一定要讓移工可以真的拿到好不好 而不是都只是仲介或雇主拿到而已 我覺得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 我還是想要接下來繼續問喔 這上面有兩個新聞 關於我們在醫院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看護的人力 其實現在坦白說大家都知道 心知肚明有非常非常多 是這些失聯的移工 或者是無證的移工 在去年的時候 2月28號部長其實也說了 陳部長其實也說了 如果你很大力的去查查的話 其實恐怕會影響 醫院裡面照護人力的空窗 這是大家都清楚知道的 因為價格的因素 所以他們有在醫院裡面是有市場的 所以我們自己心知肚明 在整體的照護市場裡面 尤其是醫療院所裡面 這些無證的或者是失聯的移工 其實已經承擔起非常非常大的 人力的需求 但我現在有點擔心一個事情 這一群移工到底我們現在 無證的移工在醫療院所 這麼高風險的地方 到底我們對他的防疫策略 跟防疫的計畫是什麼 部長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你就是外聘的 基本上都是長期跟醫院裡面 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所以醫院對他們長期 都有一定的教育的訓練 那部長我想再請問一個 更直接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列 這個疫苗的施打的優先順序 其實我們把這個 照護機構裡面的相關的人員 有擺到優先順序裡面 可是這些無證的移工 失聯的移工 在這裡面擔負起大幅人力的這些人 他不在這個名單上 部長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 一般我們現在是在第一類 等於第一類的風險裡面的 工作場域 若有合約的關係的 或是這些外包人員 也都列在我們第一 等於第一波的裡面的施打名單內 所以如果我想問部長 如果他是無證移工 比較用這種地下的方式來批評 經過的無證移工 他們也有資格跟條件 可以被列入到 我們優先施打的順序裡面 按照目前的規範 我想先問這個問題 我想目前應該是沒有 因為他沒有辦法列這列策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那部長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這樣大的風險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 優先的來思考一下 當然我知道 要幫無證移工優先施打 這件事情牽涉到很多的配套 跟很多其實我們要去準備的工作 但是因為他們的風險 確實可能比其他特別來的高 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至少訂定一個更完善的防疫措施 然後把他們的染疫的風險 列為優先施打順序的參考或期程 這部分部長可以來思考跟討論嗎 我研究看看 好 那個做一分鐘好不好 再一個 半三分三十秒 好三十秒沒問題 最後一件事情 是我其實收到很多醫療 基層的醫療人員來說 他們在談到的一個問題是 現在對於他們這個醫療人員 在醫療院所裡面染疫的這個問題 的職業病人的問題 現在勞務部給的說法是看疫調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這個 確診案例的狀況下 很多疫調可能沒有辦法做得那麼確實 那如果我們參考其他國家 目前一些其他國家的做法裡面看到 他們的一個做法是 他們把這個醫護人員 醫療人員認定為一個比較高風險的族群 所以如果醫療人員染疫的話 自動被視為是職業病 這是我們在找到大概有十二個國家 是用類似的這個做法 不用再讓我們這個承擔風險的醫護 還要再去跟醫院argue說 我到底是不是在這邊 還是我在自己社區裡面 這其實對醫護來說是一個比較大的保障 我想問許部長 有沒有可能我們來試著朝這個方向 來參考其他國家 在針對這個COVID-19 列為職業病 就是在職業風險上面的 訂定一個比較明確的指引 在這個指引上面 給我們基層的醫療人員有更多的保障 可以嗎 許部長會後回覆好不好 對 許部長 職業病的認定你不是有對外講嗎 這個我們會來研議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洪委員的質詢 不好意思請大家體諒 因為今天登記的人非常非常多 接著我們請高宏安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有請陳部長 請陳時中部長 好 陳部長早安喔 我想行政院這星期其實告訴我們立法院說 八月底前會到貨一千萬 七月底前努力看一看 那六月的話可能靠捐助的兩百萬 所以我想這些資訊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要傳達給我們台灣的全體民眾 我們要想辦法先活到八月底 不要因為沒有疫苗因為肺炎而病死 也不要因為我們三級警戒還沒有解封而餓死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非常的嚴重 我們必須要來檢討一下我們台灣 為什麼會有這麼混亂的疫苗取得策略 首先我看到進口在前幾天就是跟部長的質詢裡面 我看到說到貨率是非常的淒慘 那看起來您也一籌莫展說接下來怎麼拉貨 好像也說不出一個方法來 那我想要接下來請教的就變成是 國產跟代工這兩條路徑 我們台灣到底有沒有辦法來達到一個全體 能夠覆蓋率提到至少百分之六七十這樣的方式 那首先國產的部分我想昨天喔 自從我們這個高端解盲之後有許多的討論 剛剛前面委員的質詢我也都看了 那我想先回顧一下 我就是跟部長回憶一下 我們蔡總統在五月三十一號 他針對國產疫苗特別發表的談話 這兩句話非常的重要 我附送一次也希望部長記在心裡 疫苗是要打入人的身體 所以安全跟有效是我們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政府一定會依照國際科學的標準來進行嚴格把關 部長您記得總統的這一番提醒吧 一直都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的要求 非常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基本要求底下呢 其實我想我們就來檢討一下安全有效 安全的部分我想在我們選擇了重組蛋白的這條路徑的時候 基本上這一種疫苗類型它本身安全性就相對來講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我們希望國人期待看到的是有效這件事情 我們的食藥署也能站在國人的身邊 能夠一起來監督我們的藥廠 在有效這件事情是能夠達成的 但是非常的遺憾我們昨天看到早上 我們的食藥署匆匆匆公佈的這個EUA的這個評估標準裡面 雖然說在網站上面宣稱是參照了美國FDA的指引 說是我們有這個疫苗的這個安全考量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保護力這件事情 其實美國的FDA的EUA其實也都特別提到 WHO標準也有 請問一下部長您覺得昨天早上EUA這個評估標準裡面 百分之五十的保護力這件事情是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不見了 如果你們是參考FDA的話那超應該要超全部嘛 那怎麼百分之五十的保護力在這裡沒有看到呢 所以我們選擇跟這個保護力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一個相關疫苗 他的一個綜合抗體跟其他的一個表現 是不是有相同的等同性 那有專家就科學的資料去研判 好既然您講到科學資料我想再請您說明一下 保護力達到百分之五十以EUA 我們現在這個食藥署的EUA評估標準裡 該怎麼樣能夠幫助我們國人保證保護力是有達到百分之五十 我想這個相關的審查委員會就科學的資料去做一個判定 但是你們的標準應該是我們在考試的時候一定會分成我們要出考題 另外一個部分才是老師改考卷吧 所以出考題的部分看起來就沒有在標準裡面啊 那你今天審查委員他怎麼樣能按照標準來做審查呢 這出考題我們有根據EUA當然是緊急公共衛生事件裡面的一個醫療的需求 那大家看我們的需求怎麼樣 那當然你要把這個考卷訂到一百分一百零一分 那當然也不是不行 我想我們絕對沒有要訂到一百分喔 審查委員會的一個決定 好所以您提到了審查委員會我想就是食藥署內部的專家的這個部分喔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其實呢在國際標準剛剛您也看到了 蔡總統提醒您國際科學標準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們看到包含像是我們取代三期的部分用免疫橋接這件事情 想先請教一下部長 免疫橋接是不是我們全球首創的EUA發給方式 全球首創的 全球首創的意思就是全球其他有沒有國家的先例是 有沒有其他國家先例是用免疫橋接可以取代掉三期 該國家就可發給疫苗COVID-19的EUA 就是說其他國家有沒有在進行中 這資料我倒沒有完全 怎麼可以沒有完全 你今天都已經把EUA文件放下來 怎麼可以沒有完全呢 就是說沒有 就是說是不是在進行中啦 這我不知道 不是進行中 我們現在要的就是 沒有聽我講完嘛 好您講 我說這是不是有在進行中的我沒有辦法完全了解 但是問題用這樣的方式來通過的 目前我手頭上並沒有得到這樣的資料 所以意思就是台灣 當然在WHO裡面這個事情是被一直在被討論 對討論 但討論不代表有其他國家真的有採用 用免疫橋接來取代掉三期不做 就可以發給COVID-19疫苗的EUA對吧 對現在還沒有這樣子被通過的 那請教一下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會一直關心保護力 雖然說前面我有很多的委員 其實都一直講說 我們不要扯這個國產疫苗後腿 我們要全力支持 但是我站在一個國人的心裡 我會希望的是 食藥署也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們希望食藥署扮演好角色是監督我們的疫苗 最後打到人體的時候 他的安全有效是正確的 所以你現在講的國際標準 我必須很不好意思的說 其實這個根本就不是國際標準 蔡總統說的符合國際科學標準 你現在所使用的免疫橋接取代三期發給COVID-19疫苗的EUA 就是沒有其他國家有用過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可怕是因為 如果今天我們的國產疫苗保護力不如預期 那我今天又買了一千萬劑 一千萬劑相當於是 台灣有五百萬人會打到這樣的國產疫苗 如果保護力不如預期的話 今天解封之後 我告訴你 疫情會有可能很容易會再爆發 他們好像穿了國王的新衣一樣 就是根本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保護力 所以我覺得之前您說過一句話說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的腳步 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全球首創的EUA 確實世界是還沒有跟上台灣腳步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那我最後問您一個問題 美國今天在FADA審查 Pfizer跟Moderna的時候 還有Johnson Johnson 他們是全程直播 萬人同上 可以提問 科學家們可以來看這個審查的過程 那並且呢 這個活動我覺得是有辦法取信於民 剛剛前面也有委員講 現在社會大眾對國產疫苗諸多的不信任 請問你食藥署可不可以比照辦理這件事情 那我要看石藥署他們本身的委員 大家有這樣的一個 的問題或是想要這樣做 當然也可以 不過我們要尊重審查委員會 沒有請您承諾啊 因為 不是我們 那世界哪一個國家 其實他又這樣子做的呢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比照比較高的標準 如果今天是可以讓民眾 在社會上是信任我們的國產疫苗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好的事情 好的方向 再來是您剛剛提到 需要審查委員同意 我們今天在這個部分 就是國家現在有一部分的民眾 他們對於國產疫苗的 不管是從審查的過程 或者是總統的信心喊話 都有很多疑慮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子的一個線上 大家審查可以全程直播 就是為了要消除大家對於審查委員 跟審查過程的疑慮 結果你竟然告訴我說 這個必須要審查委員同意 我覺得這不太有邏輯耶 所以 部長是不是可以承諾一下說 我們是不是未來真的可以做全程直播啊 就是您剛剛講說六月要做EUA嗎 目前沒有這樣的打算 那為什麼沒有這樣打算 因為大部分國家都沒這樣做啊 讓這個委員能夠在不受外界的 這樣對立的壓力之下 能夠做學術上做一個完整的探討 我們認為這樣子反而會比較產生一個公正的結果 我覺得這樣啦 就是也不想要提就是 但是三加十一的決策會議幾乎到現在沒有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民眾對於指揮中心沒有信心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只是提出一個良心的建議啦 希望您可以採用這樣的方式來消除國人的疑慮 那原來可以講說指揮中心的會議每一場都直播來辦 那我們什麼事都不用辦 我們沒有說每一場會議 欸 部長您不要這樣子曲解我的發言 我沒有說每一場會議都要直播 我說的是在打到國人疫苗的EUA取得的審查會議上 我們需要知道真相 我們需要知道有哪些委員投了同意票哪些委員投了不同意票 你這樣子一直在打斷別人的發言這樣好嗎 我今天是提問方 您照著我的問題回答 我想這是我們 因為我先回答你前一個問題 所以我剛剛已經追問你了 如果說您這邊不想要這樣做也沒關係 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答案 為什麼你不這麼做 下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代工的部分 代工的部分 現在其實我們跟我們產業相近的日本跟韓國 他們其實都是努力進口代工授權自主研發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AZ曾經找台灣代工三億劑疫苗 想請教一下部長 您講到說不是台灣不願意 是有人不太喜歡 請問有人是誰 有人不太喜歡 當然你想你也知道我也不用再說了 你請明確的回答我有人是誰 然後我明確的跟你講就是這個量能上面 我沒有辦法符合比較那麼大的一個計量來做 沒有沒有 您昨天講有人不太喜歡 請問這個有人是誰 既然都在立法院講了 議事記錄也留了 我們想要明確的追問一下有人是誰 當然我常常在講 大家委員也不用再故意再這樣子 這都是一些外力的影響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為什麼會有外力可以影響到 讓我們放棄了這個代工的策略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沒有說因為這樣子而放棄 我說也有人不喜歡講 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在量 我沒辦法跟上那麼大的一個量 好我覺得部長就是 其實在答選的時候 一方面有人不太喜歡 這句話確實是讓大家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所以我覺得您答選的時候要必須要小心 如果這個問題這個資訊的回答 並不是很明確的 您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注意你的發言 再來最後一個 我們今天看到媒體的爆料 還有我們市議員的爆料 他爆料出來我們國產疫苗的採購契約的草案 先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採購契約 是什麼一回事 您看一下採購契約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 如果真的有洩出去 是不是保密的問題出了問題 如果有洩密當然要查 這都有保密的規定在的 所以這個合約您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因為現在已經不管是媒體的爆料 讓部長拿回去了解一下再回覆高委員好嗎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我最後跟您做個建議 就是如果依照這個合約 第一個他的價格已經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貴 第二個他的不平等合約的條款 如果廠商證明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那我們是沒辦法跟他追償 我們已經付的契約價金 我想這兩件事情 目前媒體跟市議員的爆料 已經在民眾心裡面 對於這個契約的千億 這類的合約的採購疫苗的合約 都是這樣子 國外的疫苗也全部都這樣子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如果你沒有簽這樣合約 根本就沒有廠商 如果你這樣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我們一劑疫苗都買不到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一個合約出來之後 其實確實社會上有很多的討論 包含是不是買貴了 包含是不是不平等 我覺得這個 你們要好好的來追蹤一下這個語情的發展 前一段時間大家都想買再貴也要買 國產疫苗有優惠價格 那再怎麼樣也要賠死 國家的產業 大家不要昨天講的話今天就忘記了 然後今天講的話明天你又忘記了 我沒有忘記啊 我覺得國產疫苗今天如果性價比是好的 貴一點也不所謂啊 如果說今天我們可以應付病毒的突變 如果我們可以取得國際的認證 如果我們三期試驗跟國際標準一模一樣 貴一點也有所謂 對 如果打下去大家都不生病 馬上好 再貴也要買 我覺得您這樣子有點氣話了 沒關係 謝謝部長 您辛苦了 我之前講說這個話是有一定的程序 一定的手續在走的 好 辛苦了部長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 鄭英鵬委員 鄭英鵬委員 鄭英鵬委員不在 接著我們請吳齊明委員質詢 好 這些我們一位各部會的首長 一位同仁 請我們衛武部我們的陳部長 有請陳部長 鄭英鵬委員早 早 部長辛苦了 尤其在我們這疫情期間 我們陳部長真的 照我們衛武部同仁的大家的努力打拼 這全國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其實剛才我看部長在背心 真的有的也是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起碼我們現在全國大家都關心的就是疫苗的問題 因為在我們服務處我們所面臨的民眾 他們都是第一個感受 第一個來問的 都是何時能打到疫苗 那昨天呢 在我們的國產的疫苗也解盲了 那這是我們整個國人 大家都是非常的高興 那現在解盲以後 那我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他的安全性 以及他的保護率 就是時效性 這個問題 也請教部長 跟我們所有的民眾來做說明 要是在安全性跟保護率的時效性 都是沒問題的話 也可以請部長大聲地跟民眾來講 我們現在國產已經解盲 可以何時來施打 讓民眾這個遺利也能來解除 請部長來做說明 昨天這個公司裡面公佈了這樣一個解盲的結果 應該說公佈一個解盲結果 那最主要是把原來是打安慰組的 跟打實際的實驗組的資料把它分開來 然後看看各樣的一個表現跟比較 所以昨天那個報告給第一來看 因為我們是三千多人的一個的試驗 人體試驗 所以那樣的數據 那大概在安全性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是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那第二個對於陽轉率 換句話說這樣的一個疫苗打上去 刺激我們人體的免疫的反應 這是有效的 它有99.8 這也是一個好的 那另外他提出一個中和抗體 中和抗體的一個比值 這個中和抗體的比值本身是好的 但是用這個中和抗體 這是不是能夠直接證明它是缺效的 那這需要學者專家去解讀跟判斷 然後第四個它有一個3P檢驗 就是延續生產3P檢驗那相關的品質 它的製程是穩定的 那基本上大概是這個 那所以在缺效上面那還要有更多的證據 然後經過專家的一個解讀跟判斷 那才能夠就是說它是不是有真的有效 好的 非常謝謝部長也很明確的來做說明 因為國人所關心的就是它的安全 以及它的實效性 那部長這樣所提出來的 應該我們的國人 大家對施打就會更加的信心 因為在我們民調的顯示 我們國產的疫苗 大家的施打的意願超過一半 那未來呢 我們還有百分之四十幾的 還是比較信賴於國外的疫苗 那在國外的疫苗 這個採購的部分 也請部長來做個說明 國外的採購 我們在去年開始 大概年中就開始跟各個主要的廠商 我們延西有相當有比較有可能會成功的幾家大廠 我們都跟他們建立窗口 那在對談 那一直到去年的大概 先是九月底跟COVAX也簽約 然後十月底跟AG簽約二月 那本來一月六號有跟VNT要簽約的 這樣的一個準備 那後來因故就延宕 那二月八號跟這個Moderna簽約 那這個簽約裡面那時候 當然都是一個賣方的一個市場 所以相對的這些合約在國際的合約 都有所謂的一個延遲免責 就換句話說他給你一定的一個目標期程 但不保證在目標期程一定來 他要根據他國際等等的一個供貨的一個期程 來做一個調整 那因為在不管是在歐洲跟AZ 那或者在印度相關的廠的出問題 等等的都讓供貨都延遲 那也非常謝謝在日本 美國在這個時候都來捐贈我們疫苗 讓我們這個可以稍微喘一口氣 那不過呢目前我們仍然跟各國也都在談 那另外跟各個主要的廠商 我們都持續在做採購的談判 那又一部分的廠商 我們在跟他們談說可能也沒有代工的可能性 好部長針對我們的國產疫苗 應該我們未來我們民眾施打的意願也會很高 那但是百分之四十幾的還是仰賴國外的疫苗 這一點我們還不能鬆懈還是要積極的去爭取 這才能確保我們整個國內的疫情的穩定 因為這段時間真的我們衛務部尤其我們部長真的很辛苦 但是有不同的立場的人他們還是一樣 沒辦法去改變 但是你所做的全國的民眾都在看 比一半以上都非常的肯定 那這樣我們就很值得了 好謝謝部長你辛苦了 好那請回座 請我們內政部部長 有請徐部長 來 吳雄教授 來 部長 針對我們消防的獎勵金 尤其我們我們的疫情 這個確診人數一直攀升 那在雙邊確診人數是最多 那至於我們的所發放的獎勵金部分 我也請部長來做說明 現在我們對於消防人員的 我們獎勵金是由我們消防署 然後分配到各個地方的消防局 地方政府 那現在每運送一個 運送一個我們確診或疑似確診的 都可以獎勵金三千塊 所以我們編了這些相關的 讓我們這一些辛苦的 我們的消防同仁得到一些獎勵 那另外我們當然會用各種方式 讓他們在運送過程裡面會更加的安全 所以我們對於各種物資的提供 一定是用多少補多少 這是一定做到 另外就是出勤的時候 一定要先跟我們相關的單位 譬如說先跟疫情指揮中心相關的 先把他要送的這些地方都要再確定 不能讓他在那邊繞 然後呢要去之前我們必須把輕重症 要做相關的先用這些視訊等等 能夠先跟相關的醫院聯繫的話 也先了解 讓他往哪裡送的話能夠更加的清楚 就不會把這些輕重症等等再分在一起 另外就是我們對於有一些 不是確診的跟這個疫情無關的 我們在這個第一時間也盡量的 能夠立即用視訊用各種方法 能夠做相關的確認 然後到各個醫院去 將來確保我們這些消防同仁在運送過程裡面 除了能夠獎勵以外 也必須對他們安全能夠確保 這個部長 這個消防人員大家都很辛苦 尤其請黃副醫 現在確診人士在雙北 是我們全國最多 所以說在這個獎勵金 發放這個獎勵金 絕對要很公平 我們在 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在橫向聯繫 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各個縣市的消防局會互相支援 所以在譬如說在南北運送的時候 就不會產生說 會輸去從台北開到高雄 高雄開回來很累 所以會把這些做分段 來做相關的處理 因為在這個 載送 有的方向有的方向有的方向 有的很多都是北部南宋 一般都是一抓去 回來的時候就另外 這樣處理 這我們都要把它計算在內 然後有的縣市 也確診人士就 所以這獎勵金 當然 因為確診人士做的縣市 包含我講說新北 新北就有五千多人 台北市好像是三千多人 那你這個比例一定要多 好 既然已經定了 我們就一定要全部都拋放 是 當然 委員這個 制度 我們交下去 教藝術來處理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辛苦了 請勞動部部長 請許部長 我還是針對我們一些勞工 就是那個臨時工 臨時工是來自於最基層 他們很多都沒有勞保 沒有勞保 我們這一次我們的發放紙困金 一萬到三萬 但是很多人他們領不到 因為他畢竟沒有勞保 他們都是臨時工 那臨時工遇到疫情 一個老闆叫他打個電話 說不用來了 那變成他們真正要去紓困的對象 他們是來自最基層 最迫切性 在這個部分 不是說部長 你一定要趕緊緣議 有需要的 這種才是真正的非常需要 他們這個紓困 報告委員 有關於臨時工的部分 我是鼓勵他們 可來走我們的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這個部分 他可以到工部門所開的職缺來上班 那會有給他一個 每小時一百六十塊 那最多 就是每個月可以到八十小時 那部長因為我時間到了 他這個是一般的工地 一般的勞工 他們是工地來找的 臨時工 這一類的 針對這一類的 我到時候用市面給你 你來研育一下 他們是真正需要的 好 再跟委員要資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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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明哲委員質詢 在吳怡丁委員質詢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一下我們衛福部 陳部長 部長早 這個 首先我們討論一下 國產疫苗的一個定位 因為昨天高端 他二期解盲 那大家看到這個數據 好像正面的方向來思考 我有看到這樣的一個新聞 我想這個國內有疫苗 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我們都支持 但是怎麼樣 才是給國內疫苗 最大的一個支持 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的思考 可以來討論一下 事實上 我們現在看到了 不管是高端 聯亞 透過很多的新聞 他們也是充滿了自信 我們看到 國內有自信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錯 那可是 他宣布完之後 馬上 食藥署 你們就出來了 講說 好 我們要通過EHO UAA 我們要通過緊急授權 沒這麼簡單 我們一定要跟AZ疫苗 中和抗體的效價 來做一個比較 不能夠列於它 我聽完這個 坦白講 高端減毛 很多國人也是真的茫茫然 真的不知道 我們現在到底 這個衛福部你的目標是什麼 現在當然 因為你沒有做三期 它的保護力的實驗沒有出來 你本身只有 中和抗體的一個價效 甚至講濃度 那你用這樣的這個部分 想要跟它 跟可能的保護力產生一個關聯 是現在國內想要採用的方式 但為什麼選AZ啊 為什麼比較主選AZ 因為這是在國內 現在有辦法做的 因為國內現在有在打AZ 那時候我們在第一期打的時候 我們就有做了一個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研究 這樣部長 我知道你也有一定的專業 這一年多你也收集數字很多 大家都知道 疫情是國際的疫情 大家也知道 疫苗是國際的疫苗 所以哪有國內的實驗結果 跟國外 可能一張考卷100題 會差3題 因為我們是這個 亞洲人跟美國人 會差一些 拜託一下吧 AZ疫苗 是目前全世界接種最多嘛 大概將近8到10億 都是AZ疫苗 因為便宜啦 因為便宜啦 各國的數據都出來了嘛 你們心裡也知道嘛 也許你不知道啦 很多人都知道嘛 報紙也登出來了嘛 它的數值大約是多少 可能有上下的差距嘛 誰強誰弱 你們心裡都有知道嘛 你不要看到說 這個墜落 確實它現在墜落 所以我們就挑它 挑它之後 這個部分 你讓別人覺得選AZ 我是講真的 這個都是 我不亂講 AZ疫苗現在 現在美國也沒拿到 EUA啦 美國的緊急受決沒有拿到啦 那歐洲很多國家的意義 這個問題 你也聽說了 那日本也限約日本 它自己不用有送給我們 我們感謝它 我講句坦白話 AZ疫苗 我們現在是沒疫苗 坦白講非打不可 但是AZ疫苗在世界的評價 並沒有很高 我覺得我這句話 是我綜合所有的訊息的來源 那我們現在 這個部長 我們國內的疫苗 整個研發的過程 已經這麼長的時間了 很多的消息 總統都出來講話了 大家原本充滿了信心 國內疫苗廠商也充滿了信心 結果一出來 我們絕對是莫德納的男生兄弟 來一衝出來之後 來拍誰 莫德納在拍 我找AZ來比一下 這是什麼感覺你知道嗎 現在你找AZ來比的話 我覺得大家的感覺是說 我的天啊 怎麼會去這樣的比 好像說等了半天 你們也宣傳了半天 廠商也喊了口號半天之後說 我要出一道大菜了 請大家注意看 這個菜一定很棒 大家以為你這個菜要拿去跟五星級飯店的廚師比 大家以為你要跟米其林星級的餐廳比 結果你一宣布 我的天啊 原來你是跟米其林輪胎旁邊的快炒店比 不是我是覺得 也許這真的是專家學者 跟不是你決定的 因為你剛剛一直在講專家學者 我拜託一下 請你擴大一點 世界的專家學者 因為你這樣去比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有問題 再來 中和抗體的濃度 如果比贏了 它到底是不是代表有效 其實也不一定嘛 是不是代表保護力 也不一定嘛 因為 這個國際衛生組織在討論嘛 那美國可能也 目前為止它是不接受的嘛 也許英國跟韓國他們想要嘗試嘛 所以國際沒有定論啦 那我們要不要做這個創舉啊 所以我再講一個事情啊 你們現在 欸這感覺有點刺激 不要講打臉啊 我不知道你怎麼樣自圓其說 我們先看 你們現在要比較的中和抗體 現在在今天報紙都有出來 當然每一個測試案也許不太一樣 但是你看喔 目前人家測試出來的 還沒有拿到EUA的美國的 Novavax 3900啦 最高啦 跟我們高端是同樣用重組蛋白一樣的 那你要不要跟它比嘛 它是美國現在已經做完三季實驗的 你要找它比啊 它還沒上市嘛 你找它比嘛 或者莫德納是800啦 也沒有很高嘛 你找莫德納比也可以嘛 嬌生214啦 BNT瑞輝才157啦 那你找AZ136比 那可是你比贏它咯 那請問一下這圖上的我打兩個勾 為什麼打兩個勾 這個輝瑞啊 BNT才157耶 你現在要比的東西啊 可是你在你今天的報告 每個桌上都有 第13頁你怎麼寫的 你怎麼寫你自己說的 都沒有一個是我說的 預期效益哈 這邊寫 第一 國際臨床實驗 及全世界大規模施打 真實世界的數字 顯示mRNA疫苗 安全及有效性 其處理病毒株 快速的變異 為上選 如 莫德納 輝瑞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你的報告 你說的 所以 上選 它的今天我們測試 要不要給 國內疫苗EUA的 居然是用 欸 輝瑞才157耶 它也很低啊 表示這個疫苗 這個不是你們想像的 這樣嘛 所以我們大家很擔心啊 下面藍色的部分啊 是國內的技術 都為重組蛋白 開發其成較長 不亦應付 突變的新冠肺炎 我的天啊 新冠肺炎 現在變異性 變種病毒啊 大家是數以千計啊 你這樣子去民眾講說 你光比這個奇怪 你又說很好的疫苗 現在才157 又很低 所以我是覺得 你這樣大家很擔心啊 我是跟你建議啊 當然這個157 是相對的低啦 那我們這個國產疫苗 也會比這個高啦 不過這東西的一個 中文革 判體的一個僑接性 那還是要專家來認定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強調就是說 未來MRNA的一個製造 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這個能力 那今年 那中研院 有相關開發的一些實驗系 所以我們準備要跟國外談代工 這個 陳部長 別人可以逆時鐘 我希望你不要逆時鐘 去年的8月12號 你在記者公開講 疫苗保護力專家怎麼說 專家我就舉你 就好了啦 你說了喔 疫苗基本的安全性 及效果在第二期實驗 能夠得到一定的結果 但 但 疫苗的保護力 要在第三期實驗 而且要在疫區感染的環境中 檢測才能得知 因此 還需要時間觀察 這也是事實啊 所以你今天 你不讓他送去戰場 我到現在也是這樣子講啊 對 所以說台灣人是在做三級嗎 你又不是嘛 昨天 高端說他要去歐洲嘛 做三級嘛 那你 才是所謂的EUA嘛 才緊急授權製造使用嘛 那這東西也不是我講的算 這要靠科學的數據 專家的認定嘛 我覺得是全世界 拜託你 那國家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這個事情 不要把台灣縮小 我們是世界的專家 世界專家都沒討論定論 你一直在限縮到 我們自己本國的專家 所以我是希望 你現在 不讓 這個所謂國內疫苗 做完到三級的其中報告 所以你這很多的一個謬論啊 如果說 你上次記者會講說 因為這個 不管是這個輝瑞 或者說莫德納 他們也是 做完二級就拿到 拿到這個EUA的 是不是你是不是這樣講 他們在送審的時候 那是包括在二級已經完成 進入在三級 對 所以他只完成二級吧 三級定位完成 所以你這樣的說法我告訴你 你這樣的說法自己打臉啊 因為昨天的報告 高端只是二級的其中報告 他自己說 後面還有六個月觀察 這代表什麼 用你同樣的邏輯 我們的高端 只拿到一級 只通過一級 二級還沒結束 就拿到了 我希望不要這樣 最後啊 那是預采購 並不是EUA 最後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最後30秒 最後我真的是希望部長 你現在啊 如果你真的 要跟國際 這個要創新 你要做一個創造者 你要拿台灣做一個實驗品 那我告訴你 你要再打疫苗的時候 要跟他清楚講三件事 第一 目前的國內疫苗 如果馬上七八月施打 第一 無國際認證 不見得可以出國 這一定要講 第二 沒有三級實驗 保護力未知 這個要講 第三 就像你的今天報告來講 本疫苗 為重組蛋白 對於變 疫的病毒 可能 效果比較差 你這三個就像醫師 你要告訴國人 而且你要出國 你打完了國內疫苗 很多人不知道 你打完國內疫苗之後 我明天真的要出國了 可以再去打莫德納嗎 不行嘛 因為疫苗它保持了抗體 一陣子 所以後悔都來不及 我現在要出國 打了國內的疫苗沒認證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考慮 都可以出國 只是各種檢疫可能各有不同 然後第二個委員可能誤解 以為說mRNA自己在身體就會變化來對抗變種病毒 不是 那是mRNA它剪裁的基因的不同 所以它可以比較快速的改變它的一個等於是 好啦這是你的報告 反正我們今天也跟你建議 很多國內的專家學者跟你建議 希望你能夠秉持 美學道德跟良知 時間到了 還有其他委員到長 謝謝盧委員 那跟聯委會報告一下 那個今天的提案收件時間到中午12點 請大家盡速送件 接著我們請 我們待會兒 我要劉思芳委員在這邊 我們待會兒在劉思芳委員質詢完以後休息5分鐘 好 接著我們請無一定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請部長 陳時中部長 有請陳時中部長 吳委員好 部長長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現在死亡率非常高 算出來是2.78到6月9號的數字 那我們知道死亡率這個數字 分子是死亡的人數 分母是確診的人數 部長你覺得這個數字有沒有高估或低估呢 高估還低估 這是現在的情況 對 這不是一個估計值 那當然確診的 也有可能它是會比較多 因為還有一些母數 可能還沒有 就有一些的 還沒有被確診出來的 算出這個死亡率的分母 有可能是被低估了 是可能我們確診其實是低估了 對不對 也有 但目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們積極要來趕快做一些採檢的措施 希望能夠把潛在的病人能夠趕快找出來 你前兩天有提到我們現在要擴大篩檢 讓基層塵塑也可以篩檢 我們知道其實我們把耳鼻喉科小耳科 內科加一加上千上萬所的 這些其實是能量是很大的 那你有提到如果說篩檢出來陽性有健保給付 我建議在這邊 如果去做篩檢的時候確實是有症狀 就應該要健保給付 這可不可以答應 可以 這我們把它就是 我們還是會列一些所謂的公費 公費快篩的 像你講的高風險有接觸有症狀 那都會列在我們的公費快篩裡面 OK好 就是說即使沒有接觸 但是有症狀還是會公費 可以嗎 因為你要舉證有接觸其實也不容易嗎 對沒有錯 這都是我們的方向 好謝謝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國產疫苗昨天解盲了 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邊數字可能跟剛剛其他幾位委員提供的數字不大一樣 但是基本上方向是一樣的 我們比較的是 我們現在是要跟AZ比較嘛 但是之前又說我們是莫德納的孫生兄弟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國產疫苗所使用的技術 其實是跟Novavax比較接近的 那我們知道Novavax它的抗體效價 大概是我們高端公布的五六倍以上 那應該是說啦 我們很難去說 我們也不是專家學者 我跟你在這裡都不是專家學者 我們不能說 他是不是就跟保護力成正比 但是 什麼到底才會跟保護力成正比 有人知道嗎 不做第三期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對 對是近來有人發表文章做了一些模型 那發覺就是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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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說這大規模施打的時候 它取樣 它還是有時間點 每個這樣的時間點 它發病的情況不一樣 所以我對照主跟實驗 就像你講的發病時間點不一樣 我們剛公布 我們昨天公布的高東 它的那個抗體效價 我們用的是什麼病毒株 沒有 我們在裡面沒有用病毒株啊 我們到時候比較的是不是只用最開始 不是現在英國變種的病毒株 我們這一開始還是用原始的 它在做動物實驗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英國的變種 那請問一下我們現在 在我們台灣社區裡面最流行的是什麼 現在是V117嘛 是英國的變種病毒株 所以我們只是說 我們剛剛公布的國產的疫苗 它所實驗的並不是用 現在社區裡面最盛行的病毒株 現在的疫苗都是用以前 在公讀的時候原始的病毒株 那它現在不是人 人沒有給它打病毒 我們是人是說 打了疫苗之後的抗體表現 我覺得國產疫苗如果做起來非常好 但是我絕對不要急 因為你現在打了 你急了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副作用 會有什麼不良的效果 我們都不知道 我覺得不需要拿全國人民的健康 安全性以這樣的數目 以三千多位的安全性的實驗報告 是可信的 但委員在擔心的確效性 那確實需要 以後三千多人數 跟現在全世界請問一下 BNT、Modernia、AZ、Johnson、Johnson 加起來有多少人打了 有沒有三億 沒有他們那時候的安全性 都在第二期的時候被確認的 安全性絕對可以確認 但是有效性 所以你的醫生說 你要花了這個錢 你要花了我們國庫的錢 去買這個疫苗 但是你安全絕對安全 但是你的有效性不確定 這樣等於是給大家打 你給大家打Placebo就好啦 不是嗎 不是 因為你有效性都不確定啦 那我說這個現在 綜合抗體是被確認 然後要專家學者 確認它的關聯性 那我想請問你 以BNT、Modernia跟AZ 他們在歐盟跟在美國 取得EUA的這個程序 你絕對是可信任的嗎 我覺得經過它一定的一個程序 那當然有它的一定的可信度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們BNT給的 還是有條件的EUA在台灣 因為它沒有人 現在目前還沒有人來申請進口 一般我們在發的時候 那其實上Johnson Johnson是誰來申請的 Johnson Johnson 它的技術性資料 都由Johnson Johnson公司直接提供 那誰來申請 還沒有申請 它直接提供原廠 我們現在是沒有原廠 所以你只是需要一個 有人提供廠商的資料 那開始審查 一定需要原廠來提供嗎 代理商不行嗎 代理商可以喔 我們EMT過了以後 不是EUA過以後 代理商來申請 那當然有人申請 紀錄性資料提過來 那我們就會審查 那已經有了EUA OK 就沒問題啊 OK 副長我覺得啦 我們現在真的很急迫的需要疫苗 大家對於國產疫苗的信心沒有很足夠 我覺得 國產疫苗這件事情 這是長遠的事情 我們國家做的疫苗 有哪一個是全世界第一個做出來的 這是一個我們都知道 新冠肺炎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 接下來是一個長久 就跟流感疫苗一樣 所以你國產疫苗做出來了 就算你今年不開始施打 明年開始 它還是對於我們的國家的生技產業 是有幫助的 對我們國家整個 疫苗供應的穩定度還是有幫助的 我認為不需要這麼急著打 就像大家今天很在吵的疫苗護照 我知道你要講的 你還是可以出得去 但是你可能要收不一樣的檢疫 請下不一樣的檢疫 我舉個例子吧 新加坡現在檢疫是多久 21天 也就是說 好 你如果是要去出國去工作 長期在那邊工作 長期在那邊就學沒有問題 21天你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短期去出差呢 你要去旅遊呢 只有這21天的時間在那邊做隔離 在新加坡我們還是維持 原來就是沒有它這樣的一個障礙 新加坡現在台灣人過去不用21天 其他國家是 我們不用 你確定 我要再查看看 至少12月18號它的時候給我們的自己一個綠色通報 那你看一下我們現在的情況 可以 新加坡是不是還給我們21天 好 我再check一下 好 最後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施打順序 我們最後公布的施打順序 請問現在那個65歲到74歲跑到哪去了 還沒有 我們現在開到75歲以上 我是說你公布的施打順序裡面 完全沒有65到74歲 所以我說的是優先順序 你優先順序要給誰打 謝謝 確診率比較高的人打 對不起 30秒鐘 還有死亡率比較高的人打 對不對 我們看到確診率比較高的是誰 65歲以上的 死亡率比較高的是誰 我們死亡的比例有一半以上 都是65歲以上的 你現在我既然65到74歲在哪裡 我連你那個表格在哪裡我都看不到 有 我們在疫苗這一波 大家開放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就馬上就往下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最新公布的優先順序 不少 是不是像你優先順序 像什麼樣子 我們開放到前面的六級 然後第七類的 我們可能就要省序的名單 你開到八 第十 第十一類的 都沒有這一個65歲到74歲 沒有 現在我們只公布到第七類 那下面現在講 那是以前名單 我們現在已經修訂了 六十五歲在後面 時間到了 待會他要列一個表格給你 好不好 好 你六十五歲到底在哪裡 請表格給我 現在還沒有列 這列進來 主席聽到了 他現在還沒有把這個列入優先 對 我說他有排出來的那一張表格 沒有 他現在優先順序 一百多萬 優先還沒有 還沒有包含65歲以上 現在包含75歲跟長照機構裡面的相關人員 請問現在你可以先公布嗎 為什麼你都可以公布到那麼後面了 為什麼65歲到74歲沒有公布呢 因為這一波可能量還不足嗎 那還沒到 量還不足啊 還不足 我只希望很簡單的啦 我們要用科學來防疫 用數字來防疫 不是用政治來防疫 從來75以上的人 跟60以上的政治考慮 後面的委員都站起來 在那邊的政治考慮 好 謝謝 不好意思啊 謝謝 請大家體諒 接著我們請劉思芳委員諮詢 謝謝 謝謝主席 我請經濟部的次長好嗎 有請林全能次長 委員好 市長你好 我想要請教一下 你曉不曉得金管會 曾經在5月20的時候發布一個新聞稿 就是從5月24到6月30 停止召開股東會 知道 知道嗎 因為你們兩個是會閒機關 是 那現在如果我們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有繼續發布3級警戒到這個6月28的話 那這個新聞稿以後會不會再繼續往下延 就你所了解 因為3級警戒到目前看起來不會只有到6月28就結束 而且在發布這個新聞稿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警戒是2級警戒 難道到6月30的時候可能是3級降到2級 所以很有可能7月8月的時候呢 還是維持一個警戒狀態 不敢講是2級或3級 那根據這個金管會的新聞稿裡面有提到說 5月24到6月30的時候停止召開股東會 但是又有提到說 公開發行公司的股東會 開會日期要延到7月1號到8月31號 那這兩個月的時間我們也很難確定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今年的股東會按照我們公司法也好 或是按照我們證券交易法等等這些 有可能會延到什麼時候您知道嗎 有沒有什麼因應的措施 是 那委員剛剛您問到說會延到什麼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必須再跟金管會那邊 來做密切的一個交換意見 那至於說 有哪一些應應方式的話 我補充說明一下 事實上非公開發行的公司 是可以依據我們現在公司法 170條之2的規定 只要他張所明定 以視訊的方式 可以透過視訊方式的一個模式來進行召開 這個部分是非公開發行的 那至於公開發行的部分 那這些公司大概有幾家 已經可以按照視訊的話 這些非公開發行的公司有幾家 大約 上萬以上對不對 我沒有聽到 對不起 大概七十多萬家 七十多萬家嗎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要鎖定在 上市上櫃跟新櫃公司的部分 就是說從五月二十四開始到八月底之前 實體參加這個股東會 本來是旺季嘛 每一年五六月是旺季嘛 已經大概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的說 我們如果台灣是一個數位 未來是數位治理的國家的話 有沒有採取視訊會議的方式 來開股東會的方向 有沒有可能 這樣的方式 就我所知 我們也跟金黃會密切在討論 這樣的方式可不可以來進行 但是還沒有定案對不對 目前還在做更 我可以告訴你 今晚會告訴我說 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要修公司法才可以啦 就是回到公司法一百七十二之二 是這個解套真的是只有修公司法就好了 還是我們可以根據現在的這個 傳染病防治條例的三十七條之一 或者是現在的嚴重特殊性防治條例的第七條 來做一個比較因應的措施 因為疫情總是會過去 那我們現在修公司法的話 是未來的長長久久 所以你要在公司法裡面修 或者你要放到傳染病防治法裡面 做特殊的解釋的方案 有沒有可能 因為坦白講 沒有人敢知道到八月底之前 台灣的疫情會不會降到二級 也沒有人知道說全世界的疫情明年的時候會不會轉好 那所以我們在修法如果沒有辦法來得及的狀況之下 公司法有沒有比較放寬的解釋 可以讓上市櫃跟新櫃公司這個我看加在一起 一共有一千九百三十一家採取視訊會議的方式 你知道為什麼立法院已經要開始採取視訊了 雖然是朝野黨團協商 有其他在野黨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事實上這是一個趨勢是一個方向 連這個很多其他的需要有法律效力的 包括司法院 這次也要求我們立法院要修法 他們在未來的開庭 或者是其他司法警察 都可以用視訊會議的方式來處理 那為什麼股東會的時候 上市櫃股東會沒有辦法用視訊來處理 你覺得最大的困難在哪裡 市長 我想委員您剛剛提到的部分就是公司法裡面的規範 那要修法確實如同委員所說的那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您剛剛提到的部分就是說 在目前的狀況底下可不可以 尋求透過我們特別條例第七條的規範來執行 我想我們會趕快跟金管會那邊做密切的延商 那以我們的這個公司法的一個法規的中央主管機關 跟我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金管會那邊來做好更好的一個處理 我想這個我們會快速來進行 對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我們到6月30之前已經還都是維持三級警戒 你再不公布的話 7月8月的時候一群人要求要再開股東會這樣不好 任何群聚都會產生 連打麻將都有可能出現確診了 更何況群聚大家一起再上這個股東會 又拿那個一大堆這個紀念品等等這些 總是不太好嘛 那我同時要跟你講就是說 有一些國家包括英國或是新加坡 他們已經根據他們的這個疫情的發展狀況 包括他們的公司破產跟治理法 或者是新加坡有出了一個 COVID-19 Temporary Measures Act 2020 已經都提出可以開視訊股東會 我相信他們這些上市會公司 也有很多是屬於國際性的大企業跟公司 他們都可以接受 而且可以接受在任何方式召開 是透過電子透過這個數位的視訊 那台灣也不會比別人更差的這個數位治理的狀況之下 其實是一個可行之道 但是可能到時候會變成是一個暫行 因應疫情需要的暫行條例 所以可不可以麻煩我們經濟部 可以在短暫時間內尤其在六月底之前 能不能馬上出現一個這樣的因應措施 來讓其他上市櫃公司的股東 新櫃公司的這些股東代表們 可以有可以依循的方向 有沒有可能 我們會趕快跟那個金管會那邊討論 要在最快的時間來處理 多久的時間可以處理 因為您剛剛提到的部分就是 目前金管會對外的一個宣布 稍後六月底嗎 一定要在六月底之前做出一個適當的處理 六月底之前嘛 六點之前的話希望能夠趕快對外發佈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上市公司開股東會 這是一個技術的問題也是科技的問題 並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千萬不要把法律擋在前面 也不要把說疫情發展擋在前面 現在很多人都是在家教育的學習的狀態之下 也是跟數位發展相關嘛 所以經濟部既然是一個領導經濟的方向 跟金管會好好來商量 能不能越早發佈越好好嗎 我們努力 最晚是六月底之前 那六月左右 其實現在就六月了 是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 馬上能夠會閒一起都要公佈 讓大家可以有依循之道好嗎 我們努力來跟金管會來做訪問 好 謝謝次長 謝謝 好 謝謝劉思潘委員質詢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大家 我會和您電話移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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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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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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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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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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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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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